台湾新冠肺炎单日新增89352例 其中单日死亡个案创新高 达到76例 年龄超过80岁的有50人 最年长的90多岁 到最年轻的30多岁 76例确诊死亡中73人有慢性病 31人没有接种过疫苗 其中以80岁以上长者就占了50人 两例30岁死亡个案中 一名女子有接种过一剂患有心血管疾病 染疫后合并败血性休克死亡 另一名男子没有接种过疫苗 因为有癌症病史 合并呼吸衰竭癌症恶化死亡 重症的 除昨天新通告出来有69位 所以说现在累积起来 重症的有881位 另外中重症病患新增191例 中症122例 重症69例 儿童重症则是维持15例 5月21号的时候是家人 现有人确诊 PCR阳性确诊 那5月21号的晚上开始有 发烧到39度的一个症状 同时有寒暄跟食欲下降的一个情形 指挥中心表示 其中一名6岁的重症男童 因为家人在5月21号 PCR阳性确诊 他也在晚间发烧到39度 4个小时后 深夜突然呕吐抽搐 家人送医裁检后也是阳性 因为高烧到42.7度 血压偏低 送进家务病房插管治疗中 目前在家务病房使用雷固醇 瑞德西韦 免疫球蛋白 免疫调节剂 还有一些降脑压的药物等等在治疗 若一军表示 儿童确诊重症几项前驱症状 包括体温超过41度 昏睡 呕吐 抽搐 头痛等等 只要出现任何一项 家长一定要提高警觉 尽速就医并且尽快让孩子接种疫苗 TV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目前在一个高原的情况 那今天的这样的死亡数据 也是对应到5月18、19开始的 这个8万多到9万的一个确诊数 25日本土89352 连日确诊都徘徊在8万多 新北再回到二字头 21,350例 其次桃园破万 高雄台中台北也都9000例以上新增 但今年至今本土一累积153万例 从疾管署官网确诊色快来看 破6万例深咖啡色有6线市 双北桃园前三高 次深褐色27000例以上是5线市 有个案科医师认为 以真实染疫率约10% 加上近6成5追加剂接种率 最快两周就能达成8成群体免疫 这说法部长接受吗 我们的期待比是要比8成要稍微多一点点 会比较放心 要更放宽 部长还是比较保守 另外确诊者越来越多 更别说是接触隔离者 收不到纸本通知单很常见 指挥中心宣布 即日起可到数位申请系统平台 截至25号中午 已有1.5万民众取得证明 也公布确诊者电子隔离通知进度 发送成功的比例最高 还是在南区 将近8成 中区跟南区都差不多是5成到接近6成 台北区相对就相对的低 那我想就会请我们的资讯处再跟台北区的 再研议一下 不想增加等待时间 指挥中心提醒隔离栏位 手机格式尽量别填错 疫情持续发烧 5到11岁幼童开始接种辉瑞儿童疫苗 分辩不均问题让家长们很担心 但部长不紧张 因为还有疫苗会到 除了幼童长辈打疫苗 奖励也加码 想与病毒共存 这两大风险族群得打好打满 5月26号开始不陷任何人 只要你快筛羊不需要PCR 经医师确认后就等于确诊 应该怎么进行 你快筛出现两条线羊性后 必须把试剂写上名字日期 透过视讯给诊所医师判断 或把试剂装进袋子 戴上口罩出门 去有配合确认快筛羊的诊所 如果你是快筛羊性患者 记得你是要拿着 你的快筛试剂去看医生 没错 但千万不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像是捷运或公车 以及你如果要实际去找医生 帮你确定阳性之前 要先打电话 跟他说跟确认 别拿着快筛阳性试剂 在社区啪啪造 或其实短期之内 快筛阳性的民众 你还是可以到社区筛检站 请他们帮你进行PCR筛检 一样记得 把你快筛阳性的试剂给带着 指挥中心还列出几类人 如果你快筛都阴性 但医师觉得你是COVID-19 也可以帮你开单 让你去PCR 或你的快筛阳试剂 有点真假疑虑在 也会要求你去PCR 或现在要进医院的民众 还是得配合PCR筛检 医师判定后上传中央系统 一切合可顺利 你的健保快一通 会显示快筛检测阳性 只是现在PCR等结果出来 最快一天最慢两到三天 快筛等于阳性要等多久 有民众5月13视讯 结果5月24才出来 医药运所其实是 现在方式是把这个资料 上传给健保 健保再传给 传给疾患署 原则是24小时之内上传 诊所被要求24小时内 得上传资料 但判定多久 就得看每个人状况 不过结果就算再慢出炉 也会以你给医生看的那天为准 至于领药 不论PCR或快筛阳民众 只要你是确诊者 都能透过社区筛检站 或你视讯问诊的医师 或找自家附近诊所医师看诊 由他们判定 你要一般感冒药或抗病毒药 全民快筛阳等同确诊上路 只盼系统真准备好 才能真正降低 一线人员压力 1月新闻 杨青柏林瑞台北报道 市长柯文哲自豪 线上教学对防疫有功 但家长也要被孩子逼疯 学校还要继续停课吗 第一个是看疫情的状况 第二个是看学生疫苗接种的情况 第三个是首都生活圈 我们都会跟新北市 跟教育部来讨论 签议法动全身 要考量的点很多 明天下午就会正式公布 但根据了解 国高中预计 只要学生有打疫苗 就能恢复实体课 但国小因为覆盖率还不高 幼儿园则是完全没打疫苗 这两类族群都还在讨论当中 至于新北市已不变应万变 很多有跨所谓的跨生活圈的部分 我们平时都会讨论 尤其在新北市里面 目前还有好几所学校 是没有确诊个案的 毕竟新北地区范围广 不是集中式的多效爆发群聚 同一停课意义不大 洪峰应该过的 现在下一条就是说 这个高原期要维持多久 当然不可能马上过去 就从过去的经验你知道 从其他国家经验 大概要四个礼拜 洪峰过了高原期得撑住 明天开始快山羊等同确诊 防止民众变成无头苍蝇 最关键就是分流 简单的去车来处理掉 很健康的人不需要吃抗病毒药 简单的普拉等吃一次就好了 像我也是这样吃一次而已 你觉得你的免疫力比较低 需要吃抗病毒药物的 那么原则上就去医院的防疫级门诊 新政策上路 新北部分筛检站 也将转型为防疫级门诊 中央地方 现在步调总算一致 有共识 TVB的新闻 由理晨专科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既然卫生局就说那前面就是你们自主防疫 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不要防疫吗 而他自己属于密切接触者 选择3加4 在家居隔 20号开始没出门了 怪的是他收到了居隔日 却是5月22到5月22 打了好几通电话 问卫生局跟卫生所 最后终于愿意帮忙改期始日 就形成接触者的居隔日期 竟然比确诊者还要早的情况 这明显的错误 除了保险之外 还有自己工作的地方隔离甲 那我可能要变成请其他的假 那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休假 这个是救治算法 这个新制PC案报告日 那之前的算法就是发病日开始 或是裁剪日加期 指挥中心给我们的那个表 它是写发病日或裁剪日啊 那你看哦 指挥中心发布给民众的资讯 是不是跟那个医疗人员收到的不一样 卫生所透露这种情况其实不少 尤其法传系统跟接触者系统 两个不一样 系统去推算居隔日 的确经常出现跳掉或错误的情况 关键要回到医院PCR裁剪后 上船的时间 医院追查这两夫妻 是20号下午3点多裁剪 当天裁剪人数暴增 检体量将近200份 检体21号才上机检验 不过还是有依照卫福部规定 在裁剪后24小时内通报 程序上没有问题 至于居隔通知的部分 如果真的需要调整 还是只能请地方卫生局协助更改 TVBS新闻苏泰银红采论台证 家属们只希望快上阳确诊 被隔离的家人们 不管是视讯还是投药的速度 能再快一些 TVBS新闻 宏观众林立新北市报道 确诊人数变多 不少民众康复后 发现身体变得容易疲劳 有一名30岁的全马跑者 确诊轻症 康复后光是爬三楼 就气喘如牛 体力大不如前 检查结果看起来没问题 但医师说 很多病患康复后几个月 还是会有咳嗽的症状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台湾染疫者的病毒基因 大部分都是Omicron BA2 少部分为Omicron BA1 不同病毒感染后 出现后遗症的几率 其实也不一样 根据英国统计局研究数据分析 打满三剂疫苗的民众 不幸染疫Omicron BA2 比起Omicron BA1 出现后遗症的几率 高出21.8% 另外只有打两剂疫苗的民众 感染Delta变异株 比起Omicron BA1 出现后遗症的几率 高出50.3% 常见的后遗症 包含呼吸困难 头昏脑胀 未嗅觉丧失等等 对年长者族群来说 提早防范更胜于治疗 平常要多留意 可能出现的四种非典型症状 早期诊断的时候 赶快早期给药 病毒被压下来了 可能就会好 对那你再拖一两天 就没了 就呼吸衰竭就来不及了 就要有警觉就要有警觉就要开始用快筛 医师表示年长者如果出现微发烧 呕吐腹泻 意识不清或是肌肉无力跌倒等四种明显症状 最好竞速快筛确认 避免延误就医时机 目前台湾第三剂的疫苗覆盖率还不到70% 提醒民众要打满三剂 才能获得更完整的保护 降低燃疫后出现后遗症的风险 TVBS新闻年龄 黄金分台北报道 围着病床帮确诊长者翻身照顾 或者累垮在纸箱上 只能找空档休息 护理人员身体劳累 比不上心累 因为中央放宽收治 专科隔离病房也能处理 调整护病比 原本专则病房一位护理师 雇无畏病人 现在医学中心护病比改1比9 区域医院1比12 地区医院1比15 基层完全无法接受 他一直强调的就是 要用到我们的设置标准 但是我们还是强调1比5的方式 翻身拍背 喂食 通通都是我们护理人员要做 所以我们一个人 如果要照顾5个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了 坚持1比5 已经紧绷 反弹生意太大 指挥官呈时中 开完疫情记者会 接连开座谈会 找来护理师各工会 坐下来谈 想办法解决 北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有的时候会排到一个 人要照顾到6个到8个左右 那南部的话 我们大概问起来 现在是目前是1比5 一定会有人离职 我们也很担心的这一波 我们说早期可能都是一个使命 修听 但是挺到久的时候也会累 护理界在我们这抗疫里面 不要说抗疫 平常都是我们在医疗界的低线 非常辛苦的人员 那近来好像有一些相关的意见 我想我秉持的最大的诚意 那听取大家的意见 会议协调结果 专责病防护病比1比9 调降上限1比7 辅助人力一个班别 一人辅助5000 护理人员确实确诊 少了10%的人力 那我们也顾及到 大家彼此各退一步 所以呢 把这个上限呢 调为1比7的一个状态 从清零到决定和病毒共存 怎么有效运用人力 除了要保障病人安全 也得兼顾护理师权益 TVB的新闻众人 林毅姐黄杰的小组 台北报道 身穿厚重的防护衣 推着仪器穿梭在筛检站 帮确诊病患照X光 不少医师都会透过X光片 来判读染疫状况 更别说是在专责病房里 帮中重症患者 做深入的扫描检查 但放射时确诊了 却被认为跟接触没有关系 说一个病患 至少就得花上半小时的时间处理 尤其是现在疫情延烧 这一周光是医学中心 5月16到23号这一周 放射时每天得接30件以上 来自急诊的案子 同时专责病房一天 最多还有42件 每天大量接触中重症确诊者 也让放射师处于高风险状态 聚光会统计全台7000多名放射师 目前至少有40人染疫 有一些图管会希望 这些放射师不要去筛检 采布筛检就不会发现 确诊这种逃避心态 有医院传出就算同人确诊了 不顾指挥中心要隔离7天的规定 从发病5日以上的轻症 放射师依序召回 如果人再不够 未满5天的轻症或无症状的 都得回来上班 但让放射师不平的是 即使回来上班了 不像医师一天有一万元的津贴 或许护理人员一般八小时就有一万块 放射师不管怎么做 一个月就只有一万元 自嘲是一万块吃到饱 强调有多给医院第一线人员的奖励 但问题就是这钱放射师真的有拿到吗 国内一间航空公司推出全航线798元起 包括台湾非日本 非韩国 还有泰国 这些民众爱去的旅游景点 没想到还没开卖 就出状况 有网友留言附上截图 系统显示 购票人数过多 请稍后再试 业者破文底下 有人说系统荡调 两年前 疫情之前就这样 过了798天 还是一样 附上摊手符号 还有人说 要办活动 后台都还没准备好 将近有好几十万的人 瞬间的涌入 甚至在开卖之前 就已经造成这一个 网路上一点卡卡的不方便 在这边要向大家致歉 航空公司业者出面回应 先道歉 造成消费者不便 再感谢有民众支持抢购 同时业者也强调 从这波抢定潮 看出民众在台湾闷了两年多 非常想出国 卖的20分钟内就瞬间的玩售 优惠票价上的这一个网路流量 瞬间就塞爆 这个好朋友们 在网路上 等于是浪费了一些时间 航空业从数据判断 认为大家想出国 抢签卖票 日本等多国边境开放 不用隔离 国内旅行社业者 也接到询问电话 旅行社业者笑说 日韩热度真的高 但目前卡在国家政策 若出国旅游 返台要隔离 时间规划上会碰到困难 对于111年下半年 能不能解封出国玩 旅行社乐观看待 目前是观望中 而航空公司 则是先开第一枪 先卖票 消费者抢到当机 也凸显民众 闷坏了 想出国的欲望 TVBS新闻台北台中 综合报道 华开手机页面 上个月8号和丈夫 一起网络申请防疫保单 匡内隔离有4万 确诊5万 住院或是进妇亚 隔离病房都是一天一千 夫妻俩用同一张信用卡刷卡 当天一起扣款 记录清清楚楚 也显示交易成功 没想到结果大不同 明明就是扣了两笔 在4月8号 而且跟我投保的时间都吻合 但是为什么我先生的过了 然后我的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 我都不晓得自己到底有没有保障 丈夫的保单是要保人 也是被保人 很快就合保 偏偏妻子挣一张被列为被保人 等了将近一个月 才进入待审核 而卡在这个阶段 耽搁至今迟迟没下文 类似案例层出不穷 根据金管会统计 有超过百万件的保单大塞车 防疫保单的理赔金额 从这个月23号开始 就超越了保费收入 没想到这时候 还有其他民众遇到 禅嫌业者 以怀疑保单 不是当事人亲自签名为由 拒绝合保 让不少投保人相当傻眼 感觉就是你收钱收得很快 就是你敢卖 可是你赔不起 他们的客服从4月8号 打到现在 我几乎每天打 从来没有通过 都是语音 然后说现在线路全面占用中 请稍后再播 已经都沟通过了 谢谢 内容什么 六月底前完成 那没完成的话 这个事情当然就尽量去努力 尽管会下出最后通牒 压出期限 六月底要把为何保的案件 统统消化完 不要让保护们付了钱 心悬在那 哭等解答 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民众除了担心染疫 现在似乎还要怕自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因为一名C小姐4月22号发病 25号阳性确诊 拿到的隔离书 要从4月22号区隔到5月2号 赶紧透过视讯看诊拿药 康复后想要用早在今年初就投保的防疫保单 理赔 却碰壁 我真的觉得 就是我们都 谁都不愿意生病 那生病了之后 我要 想要 拿到我应有的保障 然后却还像 这样被刁难 我真的觉得非常过分 语气纷纷不平 康复后还是有后遗症 很容易就喘 想要申请理赔 却还是一肚子气 C小姐说 虽然自己是居家照护 但有医疗行为 视讯看诊拿药 住院日额保险金10天3万元 就应该要理赔 但现在只有关怀保险金1.5万 即打完疫苗确诊的5万元 没理赔住院保险金 富邦禅仙表示 只有服用清冠一号才能理赔 清冠一号缺货 然后他因此开立于类似的 清冠的科学中药 我的医疗证明有写得非常清楚 我如果有清冠一号可以吃 我为什么不吃呢 不能这样欺负 所有的那个消费者 看看诊断书 确实写得一清二楚 C小姐控诉权益受影响 对此保险局回应各公司 按照契约处理 富邦禅仙则说 目前对于住院日额保险金 从宽认定 聚焦照护期间 有医师诊断 开立处方药物 不限为福部公告的抗病毒药物 会参照理赔作业 指引办理给付 但个案状况不尽相同 可与客服联系 至于其他家保险公司 中国人受放宽标准 不限公告的抗病毒药物 都能理赔 虽然名称叫关怀金 但还是比照住院日额办理 至于南山 星光人受治疗 则不会限制药物种类 民众当初投保 就是想要买个保障包 但内容跟理赔 怎么定义 都希望能够透明公正 TVBS新闻刘宇俊 徐庆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